锦衣之下方外一百二十一 为了查案 静夏再次扮演路易的丫鬟 大人感叹 但就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铜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静夏的话宛若都投交谢霄一盆冷水 清醒过来的她是一时兴奋地说道 对啊 袁大虾 我怎么没想到呢 老子这就去找他二人 谢霄 且慢 沉思了许久的路易 微垂眼瞼 说道 你去告诉刘甲 柳全二人 就说善人堂一管的掌柜路公子 因上次与他二人甚是投缘 因而想再次请他们去 新月阁喝花酒 好 谢霄的笑容脸了脸 说道 明日一早我就去寻刘甲他们 那人 那我 我是说杯子呢 惊吓含着局促的笑 注视着路易 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要不背直去会会梨花姐姐 不用 路易 瞥了眼淋淋后 终究还是开口说道 明日你扮作丫鬟 随我一同去新月阁 到时候见机行事 想办法打探出那日蜜花节上带走恋儿的黑衣室尾 到底是何来历 是 静下双手作衣 一双名车的眸子微微含笑 看得路易心中一动 大人自是知晓那句情人眼里出西施 但他宛若中邪一般 欲看静下欲发觉得夫人好看 姑且长话短说 第二日下午 路易安排好一切后 带着家丁谢霄和丫鬟 今下出了医馆 前往新月阁 医馆中 盖书在拨弄算盘算账 林林翻看一书 整日想着如何治好今下的诗意证 宛若人间仙境般的新月阁里 路易出手阔绰地包下二楼最贵的雅间 雅间里 墙壁上挂满名贵字画 八仙桌一看便知出自明家之手 做工精致 桌腿上雕刻的龙凤城乡图案 那叫一个栩栩如生 今下抚摸着红木椅背 燃不住小声感叹 就这把椅子 少说也得千二八百两银子吧 袁大虾 你眼里除了银子 还有别的吗 谢霄伸着脖子 不屑地反问她 谢媛媛 今下冲谢霄一瞪眼 宛若要动手一般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路易看着今下一洗绿衫 竖着丫头发际 可以说眸子忽闪忽闪的 谁是灵动 哪里有寻常富贵人家丫鬟的木呢 忍不住斥责道 今下装扮丫鬟 也要有个丫鬟的样子 你如此莽撞 很容易 说到此处 路易硬生生将后面的话语 咽了回去 只因她输得一起当年去扬州办案 今下在相传上也扮作丫鬟 熟悉的场景 可千万别再引得夫人头痛发作 过了一会儿 路易既庆幸又失落 只见今下垂着头 紧抿着嘴唇 像极了寻常富人家的丫鬟 路易的话 她恍若没听见一般 这时候 敲门声响了几下 有人推门而入 路易转身一看 正是刘甲和柳全 只见刘甲一席墨绿衫 手拿折衫 看上去甚是春风得意 倘若不知她底细者 当真会将这肆误认为 红叶镇的贵公子 再看柳全 一袭灰色衣衫 映衬得她脸色欲发难看 宛若病入膏肓之人 二位兄弟 请上座 谢霄拱着腰 扮演起路易的家丁来 也是有母有妖 呃 还是路公子先坐吧 刘甲仰头挺胸 扇着扇子 很会装模作样的客气 刘兄 你我之间 还需如此寒暄吗 路易唇脚挂着笑 一脸的玩世不恭 扮作丫鬟的惊吓看得一愣 心道 这锦衣为路易 原来还善于唱戏呢 好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刘甲的脸上 故意浮现出半高兴 半不高兴的神情 冷眼旁观的惊吓暗自负义 这个小人 真是令人生艳 刘甲 柳全坐好后 路易面对着柳全坐下 而谢霄泽坐在柳甲对面 四人坐好之后 惊吓觉得该自己上场了 他踩着碎步走过来 屈膝柔声说道 公子 奴婢这就拆人上韭菜 几位稍等片刻 路易看了眼丫鬟附体的惊吓 心中暗自高兴 我路易的女人 做什么都是好样的 连半个丫鬟都如此相像啊 惊吓踩着莲花碎步走出房间 对守在门口心悦阁的丫鬟小声 交代几句 那真正的丫鬟便转身 去催促厨房快卸上韭菜了 大约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韭菜便陆续上齐了 油烤乳猪 剁椒鱼头 文昌鸡 蒸酒 路易冲 惊吓十个眼色 示意他一会儿去门口守着 是 惊吓假装局促地走过来 拿起酒壶开始 喂众人蒸酒 但今天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